一名年过七十的老爷子一直有见羞于其指的事情,那就是年过七军的他,依旧有很强的关于性的欲望。 自从女儿嫁人后,家里就剩下老爷子和自己的老伴,平时无非就是去公园散步,锻炼,或者在家看看报,看看电视。 老爷子和老伴感情其实还不错,但却记不起,何时两人已经分房睡了。 有一次,老爷子踏入老伴房间,鼓起勇气和老伴提了一下自己的生理需求,奈何老伴思想保守,认为两人年纪大了,不要再整些有的没的。 老伴的拒绝让老爷子很失落,甚至认为自己生病了,想去医院检查一下,但是又羞于自己年纪那么大,生理需求还如此强烈这件事情,不知如何向医生开口。 1.老人能过二人世界吗? 我国55-61岁的老人群体中,约有53%的人,每月有一次夫妻生活,39%的老年人,每月的夫妻生活可以达到三次。 一般情况下,老年人的生理需求是自然而然被激起,并且夫妻双方可以顺利地进行夫妻生活,期间并无任何不适感,事后也不会影响两人的睡眠以及第二天的精神状态。 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会认为,老年人是可以进行正常的夫妻生活的,不需要压抑和羞耻。 生活中,老年人只要透露出自己的生理需求,就很容易被嘲笑或者歧视,更会有人甚至用道德对其进行审判。 难道,老年人因生理需求而有夫妻生活真的是错误的吗? 事实其实不是。 老年人能有正常的、健康的、适度的性生活,是老年夫妻心理与生理健康的标志,是高质量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夫妻恩爱的象征,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物质基础,是维持晚年心理平衡的精神支柱。 老年人服妻生活的好处,应该了解一下。 2.老年人保持性生活的益处 对老年男性来说,一,性生活和长寿大有关联。 通常情况下,在性生活之后的男性都是很满足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情,刺激多巴胺分泌,甚至一整天都保持着愉快的心情。 而保持愉快的心情就是一个人长寿的秘诀。 2.性生活使老年男性更加健康 性生活和谐的老年夫妻,妻子很少患有妇科病。 在男子的精液中,含有一种可与青霉素相媲美的重要抗菌物质,被称为精液包浆素,能起到有效的消毒杀菌作用。 同时,对于男性来说,性生活能使其睡眠深入,第二天早上精神会更好。 3.性生活能使老年男性增强自信心 适度的性生活能增强老年人的生命活力和生存的自信心。 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征服另一个人的快感。 在性生活中,男性总是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女性的言语,甚至是表情都会对男性产生影响。 老年人基本与社会脱节,体力,耐力等方面都已经下降至最低点。 此时,若能在性生活上得到满足,在很大程度上能增强老年人的自信心。 4.就男性来说,性生活可以保护前列腺,由于定期射精能及时清除堆积在前列腺小管内的前列腺液,促进前列腺小管的通畅和增加活动。 男性前列腺功能正常,女性的性生活也顺畅,这叫互惠互利。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突然改变性生活频率,保持经常和恒定,避免引发前列腺疾病。 对老年女性来说,一,性生活可以降低痛感,即使有腰痛病的人也不要轻易放弃性生活。 专家还劝告做过脊椎手术的患者,只要步行1500米没有不适,就应该维持正常的性生活。 二,性生活可以帮助老年女性降低血压。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的罗伯森博士的研究小组指出,在妊娠中保持性生活的女性能显著降低子贤的危险。 三,性生活可以帮助老年女性减肥、健美、抗衰老。 国外有关性爱专家认为,和睦的性爱比其他运动更能消耗热量。 还有,性生活也能消耗热量。 这也从一方面达到了减肥的效果。 定期进行性生活的女性,此激素分泌活跃。 在此激素的作用下,皮肤光滑而富有弹性。 四,和谐的性生活能增强人的记忆力和免疫力。 瑞典有关研究人员曾经对那些性生活积极的老人与独居的老人进行了比较,发现前者经历更旺盛,记忆力也较强。 有关研究人员对有代表性的800个年龄,在38到60岁的妇女,以及已婚和独居的70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终止性生活导致记忆力和智力下降。 可见,性生活对增强人的记忆力功不可没。 至于性生活能提高人的免疫力的问题,美国威尔基斯大学研究组经研究证实, 每周进行一到两次性生活,免疫球蛋白A的分泌量会增加,抵抗流感等呼吸系统疾病的能力会增强。 为此,婚后妇女的和谐性生活是保护妇女减少妇科病以及癌症发生的一种有效措施。 作为妻子,因主动配合丈夫,每周至少要过一次性生活,这对自己的健康大有弊意。 虽然老年人夫妻行为有这么多好处,但我们都知道,老年人体力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就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就要在行事时注意五个要点,才能锦上添花。 老年人夫妻生活的频率应当适可而止,以防纵欲过度而使身体受到伤害。 一般老年人的夫妻生活频率可以通过频率公式进行计算。 频率等于年龄的首位数乘以9,所得结果的十位数是周期,各位数是次数。 比如70岁的老年人夫妻生活频率等于7乘以9等于63,也就是60天内三次为宜。 2. 夫妻生活要注意卫生。 老年人抵抗力低下,婴儿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危险。 因此,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要注意做好安全措施,比如使用安全套,避免感染疾病。 同时,夫妻生活前后都要注意卫生,特别是被褥、枕头等,也要注意及时清洗干净并消毒。 3. 夫妻生活要注意身体。 老年人可能存在某些基础性疾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以及心脏病等。 而夫妻生活过程中,人体处于精神高度兴奋的状态,此时心跳以及呼吸都会加快,尤其使血压也会升高。 因此,对于存在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来说,夫妻生活避免过于剧烈,要时刻注意自身健康情况。 4. 夫妻生活要做好沟通。 女性绝经后,可能生理需求并没有那么强烈。 如果此时,男方强行进行方式,很可能让女方不舒服或产生抗拒心理。 要知道,夫妻生活是男女双方的事情,视线最好进行沟通,达到需求同步,才能让夫妻生活顺利进行。 5. 夫妻生活要保持健康生活习惯。 身材肥胖或者过于瘦弱,不仅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其实也会让老年人的欲望降低。 因此,生活中老年人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比如可以通过试图锻炼控制体重。 传统思想告诉我们,老年人不应该有夫妻生活,而很多老年人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因此,就会认为自己年纪大,还有生理欲望,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但其实这是不对的。 人的生理欲望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 特别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在情感的基础上,有和谐的夫妻生活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老年人因为生理欲望得不到满足而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其实反而会损害健康。 对于一个老年人的生理欲望得不到满足而长期处于压抑状态。